火车焦点先带你来关注的是 俄罗斯昨天举行胜利日大阅兵 而乌军趁着俄罗斯忙着阅兵之际 对俄罗斯内陆的炼油厂发动无人机的攻击 这座炼油厂距离边界足足有1200公里 创下乌军无人机打击最远的记录 另外俄军则是趁着西方新军援 还没有到位之前猛攻乌冬三个防御弱点 暗夜中远方的炼油设施陷入火 俄罗斯民众近乎连连 因为这是当地第一次见到乌俄战火 周四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炼油厂 位于俄罗斯巴什克尔托斯坦地区 距离乌俄边境足足1200公里 创下乌军无人机最远的攻击记录 几乎快要飞到哈萨克 乌军打击俄军的后勤就是为了替前线争取更多的时间 因为俄军趁着美国的援助武器 还没送到的时间差 尽可能扩大这波攻势的战果 乌军手上为数不多的 还有去年美国给的M1A1爱布兰坦克 乌军四十七机械化旅 是最早配发M1A1的先进部队 但是战力发挥不如预期 乌军认为是缺少了关键的外挂装甲 很容易被反坦克武器猎杀 无军需要的就是ARAT-1 反应式装甲 可以手动迅速安装在车体跟炮塔的两侧 原理就是利用双层的金属构造 从不同的方向分散爆炸的冲击坡 是美军专门为近距离巷战打造 美军似乎也察觉到不对 近几个月以来 乌军的M1A1也逐步换上ARAT-1 但速度恐怕不够快 因为乌军的防线弱点早被俄军摸透 巴赫姆特以西八公里的战略要地查苏夫亚 俄军本来希望在5月9号胜利日之前拿下 献给普钦 但是乌军顽强抵抗至今还在激战中 俄军的斩获主要位于阿夫迪弗卡方向 西方智库就观察到 俄军在阿夫迪弗卡附近 其中一股攻势是从欧舍林 沿着铁路线往北推进 另外一股则是不断突破 俄军西边水渠的防线 俄军近日在拿下乌曼斯克附近的地带 此时此刻俄军还举国沉浸在胜利日的激情中 事实上在西方眼中 前天总统普钦主持的缩水阅兵大典 看起来就是纸老虎 不过纽约时报的看法不同 认为俄国弥漫的气氛 今非昔比 战况最动荡的时刻已经过去 经济也比一年之前稳定多了 是他贰吗 近到来他还未能被断 这不是只是缓解的 一段时间会两句 回到战斗 到战争之戀 也因为那乌克 вол达的状态 我们曾经历过他 在日期前和周期之间 但是我们在那边看到 西方最担心的 还是普京频繁的核武威胁 其实早在大阅兵前的两天 俄罗斯的附庸国白俄罗斯 就先一步搬出能够搭载核弹头的 伊斯坎德弹道飞弹 接下来轮到俄罗斯南部军区 也要核武演练 专家认为普京不会真的蠢到动用核武 但不时挂在嘴边 要恐吓西方也算是绰绰有余 美国总统拜登对以色列划出红线 威胁要停运3500枚的精准导弹给以色列 不过纳坦雅胡也放话了 就算是美国不停 他们也要孤军奋战 到底没有要放弃进攻拉法 在关卡集结的坦克 就朝拉法一座清真寺炮轰 不过白宫发言人说 今天稍微缓假 说这个弹药是暂时停止供应 并不是取消 看着前方我爱加萨的标语 以军坦克照样直直往前开 将标语狠狠撵过 这段以军坦克主观视角 显示指导拉法关口的过程 巨型以色列旗帜就飘扬在坦克后方 最后甚至有以军人员在拉法升起国旗 拉法地区风声鹤唳 连埃及一侧都能听见枪炮声 另一段以色列国防军公布的画面 显示坦克大军已经悄悄出动 还有以色列士兵同步行军 准备展开新任务 以哈谈判再次破局 随之而来的是拉法地区 清真寺遭到锁定 现场一片狼藉 还有死伤者躺地 但拍摄者走了半天 却看不见半辆救护车前来救援 无情战火又逼得拉法民众 得收拾家当大逃亡 所有人已算不清 到底逃过几个地方 由于以色列自认 目前只进到拉法东部的小角落 所以还是有限行动 但官方上上下下都看不出 有收手打算 甚至隔空对美国说 以色列也有足够的武器 能攻打拉法 暗示不怕踩到拜登的红线 面对以色列拜登陷入两难 传出美国已暂停 3500枚精确制导炸弹 运送到以色列 然而白宫国安会发言人却又说只是暂停 并非取消 没有真的要撕破脸 拜登胡等纳坦雅胡回心转印 两人毕竟有超过40年老交情 年轻时的拜登曾为了停译说出这句话 却没料到以色列商级太多无辜 引爆美国学运潮冲击拜登选情 不过共和党也跟进痛骂拜登 要拜登继续援助以色列 共和党参议员格兰姆甚至惹出试验风波 扳出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做比喻 认为如果停止援助 以色列将注下大错 结果引发日本外务大臣不满 痛批这样的比喻失当无法接受 美国为了以色列上演口水战 但以色列似乎不在乎外界看法 以色列总理在放话不息孤军奋战 导致这把火又继续烧向欧洲歌唱大赛 这次主办的地点瑞典就出现大规模挺拔示威 民众不满以色列歌手晋级决赛 要求主办单位禁止他登台 预计决赛当日又会引爆一波紧张对峙 点新闻 综火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